这家西汉常跟我们讲 他在学校常做到要老师照顾 知道老师要到美国离学 他好难过呀 西汉的孩子很乖 虽然我不在 老师同学也会很疼他 但愿如此 怎么了 不好意思 我要去送豆腐 马上回来 送豆腐 我要砍飞机 哇 那是什么 你看 那是什么 老师 你快回来了 不然我不会是这样的 对啊 我们要赢球了 老师 我们现在怎么可能碰你了 你再让来吗 你再让来 你再让来 这辈子就完蛋了 你再让我回来 你们再让我回来 对啊 老师 我们的连续中心 求你快回来啦 快回来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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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啦 回来啦 怎么好 我该怎么办 问问大家意见吧 快回来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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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在做梦吗 不是做梦 是作战 我们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中场休息时间已经结束 第三节即将要开始了 应该不会想要放弃了吧 他真是冲杂毁啊 我有话要说 任来风 在几天前 已经被我们北俄中学正式解除教练的职务 所以 他没有资格指导我们北俄中学的女男队 我也有话要说 我是北俄女男队经理廖小鱼 几分钟之前 我已经和任来风签订一份新合约 重新聘任她为本校女男队正式教练 如果校董要解除任教练的职务 必须重新召开正式校务会议 显然 我们没有时间了 好 算你狠 怎么这样 要不要准备一张病床让你疼啊 不劳您费心了 床的确是准备好 但最后是谁躺在那张床上 就不一定 可是我实在想不出 你是拿来的自信 因为 我们是 拿来的自信 那北俄高教练现在已经回到厂商了呀 这会不会是他们反败为宣的传来点呢 这个是台运员期待咯 各位 我们总算到期了 赤兄反攻了 队长 北俄 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